在耳边离开两指的距离 那么我们上方要在鼻翼的这里画一条延长线到耳边 现在把线连接起来 这个部分是不做的 这里也是不做的 从这一部分的区域 我们是4.5 用4.5来操作 那大面积的区域 我们还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小的区域 拿来自你的这条头 在这条骨头 穿穿三个区域 最后我们看一下 太阳穴的部分是不做的 在眉尾 在眉尾 划发击线的延长线 还有我们的蜿蜒角 延长线 这个区域是太阳穴的位置是不做的 下面的区域是3.0 我们的蜿蜒角 这条头操作 这条头操作 那就是我们的眼睛部分 摸一下在眼眶的下面 去分出来 这里是做做的 那在额头上方呢 是1.5操作的区域 操作的范围是在我们 眉中的部位 就是眼球的正中央 可眉尾 这道发击线 中间的区域呢 是不做的 鼻子上面也不做 鼻子上面也不做 另外一边的画法跟这一边是一样的 接下来画双下巴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在豪杰的上方 一直画到老妻的部位 这是双下巴的群里 然后我们同样也是2.5厘米一个格子 那脖子的部分我们先在下面画一条线 之后我们有什么画一下豪杰的部位 这个区域是不错的 在脖子的两侧是大动脉的区域 那如果有一些人不明显我们可以让他抬一下头 然后就会看到明显的两根血管 这个区域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做的脖子的主要区域是这两个部分 我们同样把它分为两个 25毫米一个格子 25毫米一个格子 的 Brew 5毫米1分中国小黄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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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 3L 我们这仰超声道的操作区就已经化完了 我们操作的时候移动0.1毫米 1毫米1毫米的移动 操作的时候一定要贴平平复 等打完点以后再进行移动 然后当我们操作完一个格子的时候呢 然后到第二个格子跟刚刚一样进行操作 那一直从下面操作到 我们画线的区域 4.5操作完毕 现在我们更换3.0的治疗口 垂直的插入 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先把它放回挂架 调节好参数以后 我们可以开始操作 我们只需要平贴 在颧骨上方操作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操作1.5 调节好能量以后 然后我们在手边上 叠开开关开始操作 可以先用1.5操作眼周 操作的时候我们用手摸一下 一定要操作到 我们的眼周骨头的外面 不要操作到里面 然后平贴 打一到两发就可以了 那当然操作额头的时候 如果皮肤比较薄的人 我们可以把能量降低 之后再操作 那么另外一边的操作方法 也是一样的 谢谢你